接下来呢我们进入到第二个part 第二个part呢我们要给大家讲解地震以及地球的内部结构 那么地震以及地球的内部结构 地震也是我们经常考到的一个话题 那么在讲到地震之前呢我们先要来给大家介绍 那这个考试关联当中 在我们托福考试当中呢经常出现的这个点 我们先来给大家介绍一下地球的内部结构 那么这样的话呢大家对于地震以及地球的板块运动 就会理解的更透彻 好我们来看旁边的这个三角呢 是用来表示地球的内部结构的 我们来看一层一层的 等于我们现在要把这个地球呢 像切蛋糕一样切出一块小的三角把它提出来 那么通过这个来看一看地球的内部结构 这是我们发现内部最内部的这个部分 叫做inner core叫做内核 外面一点的呢叫做autical叫做外核 在上面呢叫做mental mental我们刚刚也介绍过了叫做地蔓 而这个部分呢叫做uppermental uppermental呢叫做上地蔓 在上地蔓的上面是cross的叫做地壳 对不对 我们刚刚也有给大家介绍过 那说这个地壳呢加上上地蔓 uppermental呢 这两个部分共同组成了我们的什么来着 plate tectonics板块对不对 好这是我们的地球的内部结构 那么内部结构讲完之后呢 我们再来看地震以及相关的词汇 就会理解的更清楚 好那么这是我们的这个地球内部结构的介绍 接下来呢我们来看呢 那么我们刚说到cross的叫做地壳啊 地壳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词汇 那么地壳当中呢往往有三种岩石 大家先看这一种叫做sedimentary rocks sedimentary rocks叫做沉积岩 我们刚刚在做题的时候呢也已经见到过了 那沉积岩 那么再来看这个词呢 Ignius叫做火成岩 这是在我们托福考试当中经常出现的一种单词 那么这个也是跟火栓喷发关系非常大的一个单词 好再下面呢 Metomorphic这个指的是变质岩 那变质岩 地壳主要是由沉积岩 火成岩和变质岩 这三种岩石构成的 那好那么地球的内部结构再加上地壳的组成 我们就给大家介绍到这里 那么接下来呢我们来看这样的一个部分 这个part呢讲到地震这里 其实有很多词汇呢 我们在刚刚的板块运动中已经涉及到 所以在这里我们换一个比较新的学习方式 那么在这个部分呢 大家看到这样的一个段落 段落当中有一些空格 这些空格呢 是要求大家通过自己的听力内容 能够把它填写进去才可以 要通过听力的内容能够把它填进去 这样才行 所以我们在这儿呢 给大家放一小段关于地震的音频 大家通过自己的听力 把相关的词汇放进去 我们借这样的机会来给大家做一个讲解 地震呢相对来说在听力当中 也是一个超高频的考点 那好 那么接下来呢 大家看着自己的讲义 那看着自己讲义的空格部分 我们来给大家先来播放第一段音频 那那么大家根据第一段音频 来尽量的看一看这个空 那么这是讲关于地震相关内容 及其原理的一段音频 好 我们准备 那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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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那么在我们刚刚听到的这段音频当中呢 介绍了一次大地震 并且呢 讲到了地震的一点点原理 这是这段音频的第一部分 那么我们来看一下 不知道刚刚大家有填写出来几个单词 接下来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那么我们逐一的来填写一下这些单词 然后呢 来顺便对这些单词做一个讲解 好 我们再来听一下这个音频 April 18 1906 California San Andreas Fault snaps 好 我们来看这个空 叫做April 18 1906 California San Andreas 这个词是我们刚刚有给大家讲过的 圣安德烈亚斯段层 那么后边这个单词呢 我们在这添什么呀 叫做San Andreas Fault 那么这里面提到Fault这个单词 说到这个断层呢 发生一些运动 Fault 那我们来看断层这个单词 那我们把它添写进去 那好 F-A-U-L-T 叫做Fault snaps Shaking 形成了一些地 那么导致地震的形成 好 接下来我们继续往下听 Shaking San Francisco for nearly 60 terrifying seconds When the trembling stops 好 Shaking San Francisco for nearly 60 terrifying seconds 那么使得整个旧金山呢 摇动了差不多也哦 60 60秒钟 Terrifying seconds 那后边说 When the 这个单词有没有添出来 叫做When the Trembleing stops 那么地震嘛 所以这里面用到抖动 这样的一个词 Tremble 我们在这儿 添上Trembleing这个单词 那 When the Trembleing stops When the Trembleing stops 的什么 我们再来听一下 The disaster is only beginning 这个词很好添啊 破裂 破坏 那么 Gaslands Rapture 我们在这儿添一下 Gaslands Rapture 后面说到 继续 Setting off massive fires Some 700 people die Most of the city Is reduced to ruins This trembling of the ground Caused when masses of rocks Suddenly shift below 好 他说了 那么这里面说到呢 Caused 这里面叫做 This trembling of the ground 这种大地的抖动 Caused when masses of rocks It's suddenly 什么时候会产生呢 是大量的石头 Suddenly 突然怎么样啊 Shift 那么不知道大家 有没有听出这个单词 Shift 突然的移动 移动怎么样呢 Below the 突然的移动 Below the earth's surface 在地球的表面下 大量的延时的突然移动 The earth's surface Is called an earthquake Is called an earthquake 出现了我们今天 这个单元的主题词 Earthquake叫做地震 好 Earthquake这个单词 我们把它添到这里 那么接下来呢 我们再来继续 Hundreds of little earthquakes Shake the planet every day But most pass unnoticed They usually occur along the boundaries of the thin plates 好 那么大家注意 这里面说到 叫做the boundaries of thin plates Boundaries 我们刚刚讲过 对不对 所以我们要填进去 Boundaries of thin plates Cover the earth like an egg shell Cover the earth like an egg shell 就像一个蛋壳一样 覆盖着地球的这个 好 那么接下来 我们把这几个 Cone确定的答案 看一看 那么这也是我们 地震这一个章节 要给大家讲的一些 关键词 首先是Fault Fault在这里呢 用来指的是断层 那么断层 Trembling 大地的这种抖动 Disaster is only beginning Gasland rapture 那么这种燃气管道的破裂 会导致火灾 和更严重的灾害 后面叫做 Masses of rain Rock 大量的地震 是由于大量的延时 突然的 Shift 移动 然后呢 在地球的表面下移动 这叫做 Earthquake 对不对 好 那么再往下 在下面一个呢 叫做Hundreds of little earthquakes Shake the planet Shake the planet Every day 上百的这个小地震 每天都在发生 But most of the past unnoticed 大多数你可能都没有感觉 They usually occur along the boundaries 叫做边界 我们刚刚讲过 Boundaries of the same place 在很薄的板块的边界 That cover the earth Like an eggshell 那么在这种像蛋壳一样覆盖在地球表面的这种的板块的边界会发生地震 好 那么这几个关键词 那大家注意 好 接下来我们来看我们的第二个段落 那么在第二个段落当中呢 我们来听一下 第二个音频当中 涉及到一些相关的词汇 Driven by the heat Deep within the earth's core The plates grind against each other Along lines called faults When the plate's motion is blocked Stress builds up Finally the fault gives way The released energy races through the earth In the form of seismic waves Scientists record these waves On a device called a seismograph These zigzag lines show the strength Of various seismic waves Using the lines Scientists grade earthquakes On the Richter scale For a quake to measure one number higher On the Richter scale It must release about 30 times as much energy As the number below it Every year about a hundred thousand earthquakes Rumble through the ground Hard enough for people to feel them Of these Only about a thousand Are strong enough to damage property But a powerful earthquake Can be devastating On it 好 那么这个段落呢 我们听完之后 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做一些填控 这里面介绍了关于地震 以及地震相关的非常重要的一个概念 那 好 我们来回来看一下这个部分 好 那么接下来呢 我们把这些控呢 逐一的给大家来做一个填写 把一些关键的词汇呢 来进行一些把握 好 我们再来听一下这个第二段音频 Driven by the heat deep within the earth's core Driven by the heat deep within the earth's core 那么由地球内核的巨大的热所驱使 这个earth core已经给大家写在这里了 这个段落其实是讲的地震形成的原因 我们通过听这样的方式来学习一下 叫做由地球内部的热所驱动 The plates怎么样 我们来看一下 The plates grind against each other The plates grind against each other 这个单词呢 可能很少同学写得出来 Grand这个单词指的是互相压迫 互相碾压的意思 所以它是在说 由这个地球内部巨大的热量驱动 导致这个地球的板块 Grand against each other 互相直接碾压驱动 那压迫 然后怎么样啊 Along the line Lines called 在什么地方互相发生这样的运动呢 我们再继续 Along lines called faults Along lines called faults 他们在这些叫做 Faults是什么来着 我们刚刚讲过 断层 他们在这些叫做断层的地方 发生互相的这种 免压和压迫 好 我们继续 When the plate motion is blocked Stress builds up Finally the fault gives way The released energy races through the earth in the form of seismic waves 好 那么我们先来看啊 这里面说到 当地震的发生的原理 继续来看 When the plate motion is blocked 当这个地震 当这个板块的运动被阻止了 Stress builds up 压力就会上升 积攒起来 Finally the fault gives away 最后呢 这个断层崩溃了 The released energy 这种释放出来的能量 在地球内部传播 以一种什么样的方式啊 这里提到了一个非常关键的单词 叫做Sesmic waves 那我们来看一下 好Sesmic waves呢 是我们图服当中 特别特别高频的一个考点 叫做地震波 那么地震波的方式传播出来 好 我们继续往下听 好 这里又提到了一个device 提到一个设备 这个设备很多同学很陌生啊 可能有些同学听的时候 并没有写出来 我们来看一下 Sesmic graph Sesmic graph指的是什么呢 叫做地震仪 我们又看见了这个单词 大家看这个部分啊 GRAPH 还记不记得我们刚才讲过 石刻在岩石上雕刻 后面就是这个 所以它跟写有关 那么Sesmic graph指的是什么呢 就把地震波写出来 能够画出地震波的仪器 叫做地震仪 或者叫做地动仪 这个地动仪是干嘛的呢 我们继续听 好 后面又提到了 这种Zig Zag 上下的波动的这种呢 Lines show the strength of various 展示出了不同的地震波 Sesmic waves 好 那么我们继续往下 Unsing the lines Scientists grade earthquakes on the Richter scale 这也是我们在地震当中 Richter scale 这个概念是我们在地震 这一章节中 必须要了解的一个内容 Richter scale 其实就是我们平时说的 理事阵级 我们来看一下 R-I-C-H-T-R 那叫做R-I-C-H-T-R Richter scale 那叫做理事阵级 那理事的这种分级方式 Richter scale 所以这种地震波呢 会用理事阵级来表示 后面又出现这个 on the Richter scale 好 higher on the Richter scale 在理事阵级上每高一级 它释放出来的能量 就比它的下级要大出30倍 那这是我们地震当中 非常关键的一个概念 好 我们继续听下去 Ramble through the ground 这里出现了一个动词 叫做Ramble through the ground Ramble through the ground Rainbow指发出这种 隆隆的声音 所以Ramble through the ground 指地震从地球内部 发出来的这种感觉 说大概每一年 有十万次的地震 在这当中呢 只有一千个 是对人能够造成伤害的 好 我们继续听下去 好 这里出现一个单词 叫做毁灭性的 Devastating Can be devastating 好 接下来我们再把这个 控的这两张PPT 一起看一下 大家可以把自己的 讲义上的控天权 好 我们来看 第一个是Green的压迫 然后Falls叫做断层 在下面 Sesmic Web 叫做地震波 好 这里指的是地动仪 那么这里面又提到了 地震波 那么继续 Using the lines Scientists grade earthquakes on the Richter scale 叫理事阵级 for quick to measure one number higher on the Richter scale 在理事阵级上 每高一个级别 它的能量 都要有三十倍更大 Every year about 100 thousand earthquakes Rainbow 那么指地震的 发生的那种感觉 Through the ground hard enough for people to feel them 人们可能都感觉不到 那么再往下 Of this Only about a thousand are strong enough to damage the property But a powerful earthquake can be 我们最后一个单词 叫做devastating 具有毁灭性的 devastating 好 那么这些相关的单词呢 我们通过这样的 一小段听力 让大家既了解 这个单词的含义 又能够理解到 地震发生的原理 也能够知道 这些单词的发音 接下来我们再来 给大家介绍一些 相关的 我们刚刚讲了 说当压力积攒到一定程度的时候 断层无法承受 就会崩溃 那么断层可能会 滑过对方 或者发生撞击 从而使得 energy能量释放 那么这些释放出来的能量 会在地壳 cross的 当中行进 以什么样的方式呢 这个行进 以地震波的方式来传播 最终导致地震 earthquake 最终会导致地震 好 接下来我们再来看 那么这种断层发生断裂 我们说地震 是由于断层发生了断裂 这种断层发生断裂呢 往往有下面三种方式 我们来看一下 第一种叫做 stract sleep fault 滑动的 那两个错开 slip fault 那么它是呢 when two places light pass each other 当两个板块互相移开 这种类型我们叫做 stract sleep 再下一个呢 叫做normal fault 就是正常的断层 正常的断层叫做 when two places are moving apart 当两个板块分开的时候 那么像这样的一个图示 那么第三种呢 叫做thrust fault 那么这种呢 叫做when two places collide 那两个板块撞击 并且其中的一个怎么样啊 两个板块撞击 其中的一个跑到 另外的一个上面 那么这是我们的 第三种板块的形式 那么这样的三种形式 我们就给大家介绍到这 好 那么断层一旦发生了破裂 就是rupture 这个时候它就会释放能量 releasing all the energy 那么能量释放 是以seismic waves 地震波的形式来释放的 那么地震波在地壳当中 是以不同的速度 叫做varying space 是以不同的速度来传播的 那么不同速度的原因 主要是地球结构当中 不同的材质来决定的 那好 我们来看一个小的地震波图片 zigzag zigzag 那这种形状的图片 好 接下来我们来看主题词汇 这个部分 刚刚我们介绍了 关于地震的一些重点的词汇 接下来我们还是通过 连线的这种方式 来做一个复习 好 我们来看地震波 那这次我们先来看中文 地震波叫什么来着 想一下seismic waves 好 我们找到这个单词 那么叫做地震波 那seismic waves 断裂 断裂是哪个词来着 想一想 叫做rupture OK rupture 好 那么我们在这儿呢 我们要找到 这个 这里面讲到断裂 然后下面地壳 地震 地慢 板块 碰撞和地核 这几个部分呢 大家都先自己来做一个连接 那我们来看 断裂这里叫做rift 我们刚才给大家讲过 东非大裂谷 大家还记不记得 就是用的这个单词 那么第三个呢 叫做地壳 这是我们的最重要词汇了 叫做crossed 地震 earthquake 对不对 好 我们来找earthquake 在这里 那么地慢 叫什么来着 地慢叫做mental OK 地慢 那么mental在这里 那mental 那么板块碰撞 plate 碰撞怎么说 collid 好 板块碰撞 plate collision 那么地核 叫做core 那 好 这个关键词 就给大家说到这 那么接下来呢 我们再来看 我们下面的真题 精心 那么这里呢 我们就不带大家 直接去分析段落了 我们先来看这个题目 好 那么这里呢 出现一个指代题 他问到 the word there refers to 那there 这个单词 指的是谁 这四个选项 我们看一下 A 叫做mental 地慢 b crust 叫做地壳 c seabed 叫做海床 第四个 earth center 叫做地球中心 也可以叫做地核 那么我们看一下段落 那 段落当中的there 到底出现在哪 我们看这儿 段落出现 there 出现在这儿 好 那么我们把这句看一下 他说 there's a rock is the subject of a battle between increasing heat and growing pressure 所以实际上这个there 指的是哪儿的岩石 在怎么样啊 在经受着越来越多的压力 和越来越高的热量 我们再结合上句 上句说了 beneath the cross lies a mantle 所以你是否认识 这两个单词 对于大家理解 这个句子非常的关键 那么意思是说 在地壳下面的是 mental 是地慢 在地壳下面的是地慢 a very different layer that extends approximately halfway to earth's center 在地壳下面的是地慢 这句的主题是在讲地慢 然后说了 那么是地壳在承受着 越来越大的压力 和越来越高的温度 还是地慢呢 通过我们刚才的讲解 我们知道是地慢 所以这道题呢 我们选择mental 还有一种解题方式 我们可以采用这个技巧呢 那么这里面问there 指代的是谁 there呢 在这儿 there's a rug 和相当于这句话的主语 当问到一句话的主语 指代的时候 我们说 它应该指代上一句话 主句的名词主语 那就是这句话 这句话主语是谁 这道题啊 同学们呢 特别容易做成哪个单词呢 特别容易做成 crossed这个单词 特别容易误选 这个单词 因为有些人会觉得 crossed可能是主语 但是大家仔细想一下 它说的是 beneath the cross the light segmental 叫做在地壳下面的是地慢 在地壳下面的是地慢 真正的主语还是地慢 这个单词 所以即便我们是通过找主语的方式 也要选出地慢这个单词 那这道题目的正确答案呢 there指代的是mental 地慢 那地慢是在承受着高压高热 不是地壳 那所以这道题目 只可以答我们选择第一个 好 接下来呢 我们来看一下第二个题目 第二个题目问道 which of the following is the primary characteristics of earth's mental 地慢的一个主要特征是什么 实际上呢 我们通过地质学的相关知识 我们会知道 地慢板块之所以会发生运动 是因为地慢呢 上地慢 是一层像液态的岩石一样 可以发生缓缓流动的很热的物质 所以a呢 叫做很轻的固态岩石 这个就不对了 第二个呢 叫做组成成分全一致 也不太对 第三个呢 叫做越来越大的压力 这个是不是就对了 承受着巨大压力的是地慢吗 第四个呢 叫做压缩了的发白质光的气体 地慢是绝不可能是气体的 所以有背景常识的同学 绝对不要选第四个选项 这是我们可以通过前面的文章 以及背景常识来做了解 另外呢 如果我们真的去做题的话 我们来看一下 在哪个地方 我们可以选出第三个选项 那我们来看这个段落 问地慢的一个主要特征是什么 大家发现这里介绍了地慢 那么地慢的第一个特征呢 是 是一层很不同的 大约在地球 到地球中心一半的位置上的 这样一个东西 那么第二个特征在这儿 说到了它怎么样啊 increasing heat and growing pressure 它越来越热 压力越来越大 那 所以 这个地方呢 就提到了压力大 正好对应到我们刚才的那个选项 我们要选 越来越大的压力 第三个选项 那 好 这是我们的第二个题目 那么 关于地震这个章节 这个小节呢 我们就给大家讲解到这里 这个小节目 就先准备了